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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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主 我們再次來到你面前 敬拜您是何得的恩典 謝謝您用愛 成為農土的樣式來服侍我們 照顧我們的需要 求你挪去過去我們若有高傲自私自我忠心 你勞我自居不聽你的話 求你幫助我們回轉向你 把那個敗壞的勞我出去 此時此刻邀請你進到我們的生命裡面來 讓我們得以與你有更深的認識與連結 這樣勞告是奉不到足足的名求 Amen 優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Amen 其實我們來看到我們這個社會 每個人之間其實是很多的什麼 彼此很多的競爭還有很多的忌妒 說我們的社會教導我們怎麼樣 要怎樣 自己比別人怎樣 強 這是我們社會教會 你們認不認同 認不認同 認不認同 我們看 我們常常從小都這樣 我們不要讓孩子輸在什麼 其他點這樣 不錯 這樣子到底是誰講 要自己講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從小被教育 要考上什麼 考學校 然後就是大家都要分數高 然後就造成很多的這些競爭 所以從小我們就學會了什麼叫競爭 如果贏了對方 如果贏了對方 你就很高興 但是如果沒有贏對方 就輸不起 然後就很難過 就心裡就很不快樂 那但是呢 就會產生就是 當你輸人家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欸 這個人就會開始產生那個嫉妒 有些人會這樣 然後就想要傷悔對方 然後造成一些很大的苦毒 在我們裡面 那這是 目前很多人 陷入這樣的一個苦毒的一個 迷往裡面的世界 所以今天呢 聖經的教導剛好是電到 聖經教導我們剛好要怎樣 要看 別人比自己強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 到底這句話在說什麼 有一句話在說 人比人怎樣 進 對不對 人很喜歡比較 所以呢 就會有很多的競爭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有輸一定有贏 如果說良性的競爭好不好 好 為什麼 因為良性的競爭 可以帶動彼此的什麼 成長 而且彼此可以激勵 然後 那有更多的學習的動機跟毅力 所以其實競爭不是不好的 如果他是良性的 那是一定是OK的 現在 很多時候不是這樣 就是說很多時候 惡性的競爭 就會造成很多的什麼 那個關係的傷害跟裂痕 甚至是跟裂紛爭 然後就會帶來很多的 這個團體裡面有瓦解 包括教會都一樣 那這個可以從很多地方來看 譬如說商場上 你們看得清楚 商業上的競爭 還有工作上的 學校的 家庭的 還有很多 我們都可以看到 那在商場上 我們看到說 那個競爭是這樣 那惡意都會 惡意指控對方的商品不好 然後惡意指控 這個有商品有什麼問題 然後去怎樣 壓別人 然後說自己的比較好 所以就是要傷害對方 那在工作上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也是會絞勁 而且都希望說 我是被那個主管看到的 我們都喜歡討主管的喜歡 然後我們都喜歡被主管這樣 被看中 所以他為了得到那個職位 要高升 所以他就一定要知道 如果對手 這個同事 有那個什麼 疏失 很麻煩 因為有疏失 所以會誇大 對方的事情 所以就會怎樣 落井下石 而且就會惡意攻擊對方 然後呢 就是捏造事實 或者是扭曲事實 然後打小報告 給那個主管 讓主管 除去那個主管對他的信任這樣子 然後他就不會威脅到他的地位 他以後要上升 因為只是上升就OK 所以他會想盡辦法 然後呢 讓對方遭受到不堪 甚至更嚴重是有的 不准手段 為了除去對方的存在價值 然後呢 還有引起這種殺人的動機 甚至行動化 然後來保有自己的地位 有沒有 等一下我會說故事給你聽 一定有的 然後在學校裡面也是一樣 在分數上競爭 在名次上競爭 在情感上競爭 然後以強欺弱霸凌 我想在學校那邊常常有 多這樣的霸凌事件 就是這樣 以大欺小 或者是以強欺弱 那在家庭裡面會不會 會不會競爭 競爭什麼 來 在家庭裡面競爭什麼 兄弟之間 跟姊妹之間 他會為了什麼 你看我都還沒講 你都知道對不對 其實很多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都在爭蠢 誰比較疼 父母誰比較疼 誰比較看哪一個 所以你知道從小我就 我自己覺得這一行 我就自己告訴自己 我有三個小孩 我會讓他們知道 我都平等公平待一 可是很難的 滿難的 然後很滿難的 但是事實上他們都在爭蠢 真的 我們都常常都會這樣子 所以姊妹常常會了 就是要跟父母 得到父母的喜歡 然後在那邊爭蜂香醋這樣子 然後兄弟 我們看經常聽到說 我們兄弟洗牆有沒有 常常聽到 尤其是到了府管林的時候 差不多被貴心進行 差不多了 那兄弟為了怎樣 跟財產 然後開始就怎樣 兄弟姊妹守族之情 全部都失禍連 然後完全不顧守族之情 那就是為了財產 大家在那邊競爭 可能大家都會拿比較多就對了 好 那在教會裡面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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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都是人 好不好 教會有時候長子 意見也會不一樣 然後常常引起 彼此對應 跟教會的分別 那最近有一間教會 我已經聽到 然後他就說 他們就是對那個教會的施工方向 這要走這樣 這要走這樣 方向不一樣 那結果就 比較強勢的那一方 長子 我就認為自己是對的 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對的 所以他就逼得你對他們 那個對方是不對的 所以對方就反彈 反彈之後 他也覺得說 我的才是對的 我的才是對的 所以他也跟對方說 你這樣不行 所以雙方就怎樣 互相 就是說我都贏就對了 反正他就換衣服 然後兩方就不高興 另外一方很很委屈 他就攻擊回去 然後彼此就對罵 開始對罵 唉 這個長子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雙方都很激烈 很激烈 而且聽不進去別人任何的炫告 因為不用認為自己就對了 來 這種場景有沒有發現 這個場景是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也常常 我對阿 阿嬤也會這樣 我對阿 阿嬤也會這樣 你知道嗎 我對阿 所以互相 怎樣 教理過 所以互相不願意 不願讓對方 就是不願意 所以這個也是 長子就開始忘記 那如果我們這樣來看 我們來看看 聖經上 其實也有很多像這樣競爭的狀態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聖經上很有名 第一個什麼 兇殺案 摩殺案是什麼 誰 雅伯 我們來看看這一個 那一個雅伯對不對 發生什麼事 殺了 殺了 為什麼殺 爭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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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誰的蟲 這一次是爭誰的蟲 爸爸 爸爸的蟲 哪一個爸爸 天上的父親 天上的父親 所以是在跟上帝爭蟲 你看 好看上帝 上帝 你要在喜歡我 你也有一些爭蟲 也有一些婉嫁 你看 就為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 有可能有些人第一次來 不太知道這個故事 我先簡單講一下 有些人知道 人不知道 這個就是兄弟兩個 該也是什麼 哥哥 亞伯是什麼 弟弟 他這個哥哥呢 他獻這個祭墓 要給上帝 就是要獻祭給上帝 那他獻的祭墓呢 就是給上帝之後 上帝呢 並沒有那麼喜歡 他的祭墓 因為可能 在上帝的眼裡面 主看到他的祭墓 他覺得他不夠用心 或者不夠 他所欠 不是那個東西好不好 的問題 是他覺得那個心態 態度的問題 然後那個亞伯呢 然後他也獻了 可是他亞伯獻的 他是用 他覺得最沒有瑕疵 最好的 然後覺得 心裡面覺得最愛的 然後獻給神 這樣子 然後 上帝就喜悅誰 爹爹的 他就說很高興 那個亞伯送的這樣子 那 該人就怎樣 哥哥就怎樣 生氣 蛤 是你 我怎麼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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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該人 他就怎樣 磨殺 磨殺 他是用磨殺 就把他暗暗的 給這樣 開掉這樣子 所以 你看 聖經上 那個壞的故事 都寫在聖經裡面 第一件磨殺案 就這樣成了 所以這個是兄弟之間的 什麼 之間的生命故事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該也就跟這個亞伯下這個毒手 主要是因為競爭 那個嫉妒 那個愛的嫉妒 那除了這個個人競爭 有時候我們教會的小團體 也會出現那個小團體 那我問你 教會裡面出現小團體 正不正常 正常還是不正常 正常還是不正常 正常 我告訴你 為什麼正常 為什麼正常 所以我現在讓你分清楚 因為我們常常物語類聚 比較相同理念的 相同感覺的 然後比較早走比較近的 常常都會怎樣 在一起 然後比較悟哺的 比較喜歡對方 悟哺型的也會在一起 所以會有很多小團體 這個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而且每一個地方裡 它有任何一個地方 包括家庭都有小團體 你相信嗎 我把肉比較好 你把肉比較好 你把肉比較好 那就不夠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家庭裡面都想 這叫同盟果 跟那個什麼 軸心果 這是戰爭的策略 兩邊也會相佔領 就這樣 然後如果兩個 可以這個找這個 這個找那個 就是兩個都相抗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跟你講 在家庭也是一樣 在教會也是一樣 都一樣 所以這個沒什麼好驚訝的 會這樣 但是 本來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 現象 關係這個 人際關係 它本來就是 互補論 互動論 這個東西都人際關係裡面 為什麼會在一起 相似論 所以相似論跟互補論 這個都是人際關係裡面 很重要的理論基礎 所以會這樣子 正不正常 正常 所以 發生這些事情 你不用太驚訝 你不用太奇怪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哪裡 我們來想看看 這個就是問題 我們常常聽到 教會分黨派 有沒有 你自己敢說 我自己敢說 我自己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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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這個動 所以我們沒有說 會分民進黨 國民黨 雙方對抗也有啊 那沒有 也是有對不對 教會為了政治問題 在那邊吵架 有沒有 有 常常發生 我們都沒有這種問題 我們都沒有政治的問題 也是有 所以教會不能夠談政治 都對有人這樣講說 教會不能夠談政治 這樣對 我們是活在政治裡面 所以 我們再來看 那我們分的這些 各個有小團體 然後會分派這樣子 那我們有的人 就因為這樣 就怎樣 額外在另外開副一間教會 有些人是這樣子 另外跟另外開副 其實 有些時候 從分化的角度來講 這也沒什麼不好的 那你不學會 你到外面 另外再建立一個教會 分化 這個是細胞分裂也不錯 我們就把它想分子 另外一個 你也是沒有什麼 太那個 可以這樣做 但是就是說 真的是學會的 你也要做會 我的觀點也是這樣 好 不管怎樣 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對的 現在重點是在 我覺得 我覺得聖經是這樣講 我認為我是對的 那一個人 聖經說這樣講 他們也認為他是對的 所以雙方都認為自己 聖經而且都對的 這問題就出現在 出現在這裡 我都認為我對 就是說 我們這個題目 我們在看別人的題目 其實我今天要強調的是 這個部分 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認為這些是對的 其實有很多的生命的寬度 跟角度 我們不一定是那麼的清楚 但是我們都是那麼的堅決 認為我是對的 所以為什麼 彼此之間會有那麼多關係的惡劣 就是因為我們都認為我對 所以我們沒有給對方很大的空間 是做自己 我們沒有辦法是這樣 所以教會裡面常常 因為教會的事工方向不一樣 就開始彎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怎樣學習彼此尊重 在不同理念的時候 怎樣學習給對方不同的空間 也許理念不同 解禁的方向不同 但是這些都可以被留學 雖然沒有辦法說 我認同你 但是我可以接納 你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看見 有這樣的行為 所以一對人的行為 或者是做出的事情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接納的態度 尊重的態度去尊重對方 這個是最重要的 現在最怕的就是 不會尊重 固執警戒 然後堅持不讓 所以就開始結黨 然後就動用團體力量 做人身攻擊 雙方堅持不讓 整個彼此傷害 我這一次我就 朋友告訴我 他說 你知道我這麼的 這個長子 這個長子 兩個人就要 將到會議人就將到這樣 阿姨做什麼 他說 我說 我自己說這個 要自己說什麼 這個要自己說什麼 兩個都沒有 沒想念的就對了 沒有人要照顧就對了 但是這就是要坐在那裡 對 然後將在那邊 然後那個朋友就來跟我說 同學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我說王家人就死去了 沒辦法你沒有照顧 你不知道 所以沒辦法 要照顧 上了課之後 就知道說到底是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才可以 再放下 然後從聖結的角度來看 我們不要自己解決 可是兩個都在勞我 你知道嗎 當兩個人都堅持在勞我的時候 其實蠻困難的 問題是他就不認為他是勞我 他就認為聖結是這樣 我認為聖結是這一派 包括教會 你們看過教會那個電影嗎 到底我是要為了戰爭而戰 還是我要問和平 不要戰爭 類似那個 類似啦 那大家都認為我是靠上帝 大家都是這樣子 所以 這兩拍子 吉祥拍子 好 那我想 我剛剛下午做這些東西都是怎樣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看自己 要比別人強 我們剛剛說這件故事都是 看自己比別人強 都自以為義 到最後就做出傷害對方的事 我想這些都是上帝所不喜悅的 上帝不希望我們這樣子 那今天的經文 保羅 他在監獄中當中 他寫信 我先說這個背景是這樣 他寫信給這個分譽教會 一封勉勵 這個教會的俗信 所以期待這個教會呢 分譽這個教會 大家能夠怎樣 彼此想來 同心合一 在你裡面同心合一 然後用基督的心 違信 而且要他們住在基督裡面 然後要靠主常常喜樂 所以其實這本書是一個 在叫 非禮禮書是在叫 中信徒能夠靠主常常喜樂的書 事實上 保羅非常感謝這個非禮教會 為什麼 因為那保羅這個時候 他是在監獄裡面 你要下去一邊 靠主常常喜樂 現在在監獄裡面 可以讓他下去就不一樣 靠主常常喜樂 就說你在患難當中 他還在跟他說 你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想這個保羅就是很特別 因為他是以基督為主 他沒有在看這個環境如何 他就是以基督在我的心 最重要 以基督的心為心 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希望說這東西裡面 讓所有的信徒裡面 都能夠靠主常常喜樂 那我今天的方向 我會在 不是在講喜樂這件事情 雖然他這個書信在講這個事情 但是我今天要用 如果怎麼樣謙卑自己 謙卑 謙卑不代表我的能力差 看別人比自己強 不叫做什麼 自己差 OK 了解嗎 看別人比自己強 不是我輸了 好不好 這個觀念要先走 這個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這個經文 我們來看這個經文 等一下 好 今天這個經文 我們念一遍好不好 來 凡事不可解答 不可貪圖虛弧的人要 只要純心謙卑 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好 這個透過保羅這個教導 他告訴我們 教會弟兄姐妹要靈體合一 彼此相愛 但是靈體合一有很多的阻礙 到底有阻礙是哪些 第一個是什麼 你看到了 第一個是什麼 對 要即使很多時候 靈裡面要合一 就是很多時候 教會裡面很多的解檔 解檔的問題 那什麼是解檔呢 解檔我們說了 即使說穿的是這樣 來 第二個是自私 我們看一下解檔的問題 什麼叫解檔 他就講到說自私 紛爭 或者是說隱心 就是這樣子 那保羅是勉勵這個 分居教會說 你不要自私 你不要紛爭 就是要勉勵他們 那為什麼教會裡面 為什麼 就他在講教會裡面 為什麼會有紛爭 他是這樣講的 這個也是我們常常 很容易犯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以基督的心 為心的時候 我們的老我出來 我們就很容易用 自己的肉體的血氣 來表現 然後就很容易出現什麼 自私跟紛爭 很容易 而且個人主義很 很自己都覺得 欸我的才是對 所以我的自我中心很強 然後有些時候 有屬名的驕傲 就有屬名 英雄主義的驕傲 那個時候我也比較屬名 所以就有屬名那個驕傲 然後有些時候呢 在教會裡面 有些時候會有政治 譬如說 教會的選舉 其實常常有 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在其中 有些時候選的 你就覺得 這個人怎麼會被選上 他都去 怎麼 欧恩這幾人 跟選你 這樣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你都不能打算 還是當動用很多人說 你都不能打算 所以 在教會裡面選舉 有些時候就是產生這種問題 我們教會還好 但是別的教會 有很多東西是這種狀況 那我要說這個都是 很容易引起紛爭的原因 然後再過來是另外一個 第二個情況是 虛柔 很多時候也是我們怎樣 很多虛服的 就是說 什麼是這個虛服 就是不要高傲 然後不要虛服的自然 就是對自己的想法 都覺得自己是很OK的這樣子 不一定是這樣 那虛服的榮耀 就是在講什麼 過度的驕傲 就是驕傲裡面 就是說這個 過度的驕傲 然後就感到很自傲 很高傲這樣子 那保羅就是想到 就是不希望這個菲利比教會怎樣 貪圖這個虛服的榮耀 這樣會帶來紛爭 保羅強調要有臨力合一 要要求 菲利教會要彼此相愛 他要關心別人的問題 就好像在關心自己的需要一樣 然後要以基督為榜樣 把別人的事情放在自己的身上 這個是保羅要我們做的 那要看別人比自己強 我們來看 我們怎麼樣在臨力合一 其實就是要有臨力人的心 什麼是臨力呢 臨力就是你看到別人的需要 我看一下我這裡有沒有 我有 那就是看到別人的需要 看到別人的需要 那別人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有能力的人就怎樣 給予援手 就是幫助他給予援手 這是臨力實際上的一個表現 那使徒保羅要弟兄姊妹 在實際的教會的生活裡面呢 看到他們之間怎樣 有一些共同的這個信仰基礎 那也在這個信仰基礎裡面 他怎麼樣能夠讓彼此能夠愛 在愛裡面彼此合一 這個是教會裡面很實際 在運作的一種狀況 那在經文裡面談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他就是講到說 假如愛能夠合一的話 每個人都就 第一個要必須學習就是 看別人比自己強 我再說一次 愛要合一 的第一要件 第一件事情 這裡講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怎樣 要怎樣 看別人比自己強 那不知道弟兄姊妹 這一節經文 有沒有覺得 內的錢怪怪的 很多人問他 我們知道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保羅會這樣交 到底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這個社會教我們怎樣 看自己比別人強 這社會教我們是這樣的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發現好像 聖經教的跟我們生活在 接受的不太一樣 其實在世界生活裡面 有些人一定會有很多的疑惑 他每樣都說我 怎麼能夠跟我比呢 怎樣 就覺得自己比較厲害 但是這個保羅不是在教我們 你的能力強不強 然後在那邊互相比較 其實這個不是保羅要教的 保羅要教的是說 我們要學習跟耶穌一樣 謙卑成為奴仆的樣式 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們來看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應該很多人熟悉 來 我們來念好不好 對 來 媽媽沒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 神所能的為強國的 反到虛擬 屬而無苦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子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 我請問 耶穌基督比上帝強 還是強嗎 還是自己強 你們覺得 上帝強 好 那比我們強呢 還是比我們差 強 強 強喔 大家都認為這樣喔 OK 好 那耶穌做了什麼 虛擬 然後呢 當心苦 來怎樣 都不能做什麼 來做什麼 來服侍我們 而且呢 因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 因為我們的罪 我們還是犯人 不是罪人 不是我們還不夠完全 我們還在犯錯的時候 他神就願意犧牲他自己 然後被釘在十字架上 用出保學 這個好像又是有點膩 對不對 好像 上帝教的 就是 耶穌教我們這一塊 保羅教我們這一塊 那我們來看看 我覺得 我很喜歡這一個 那我要問說 那我們到底 自己覺得 我們在上帝面前 你到底是仆人呢 還是主人 你在上帝面前 你是仆人還是主人 你是什麼都會 還是你需要上帝的恩典 需要上帝的恩典 你們說的 表示我們自己都還不夠完全 需要上帝的恩典 那我現在說了 看別人比自己強 這個是什麼問題 不是能力的問題 是什麼 心態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心態是怎麼樣的狀況 上面給我們很多的恩賜 我們給我們恩賜的目的 就是要 要叫我們做什麼 就是做幫助別人的事情 所以你有恩賜 你不用太耐力 那是要叫你人當三天 不是要叫你兩罐 這很重要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來念一遍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希望這句話 放到我們裡面 來 當上帝給你許多恩賜 是別人沒有的 你是用來彰顯你別人高一的 還是用上帝所給你的別人沒有的 來幫助別人 讓別人的眼後得到好處 得到健力 你有沒有覺得 所以你 你有沒有這些優點 這些能力 這些長處 是幹嘛的 幫助 幫助也需要 幫助也需要 譬如說玉佩 我現在看到玉佩 玉佩是英文很厲害 英文很厲害 所以她教了好多學生 那個學生本來不太會英文的 現在英文都越來越強 這就是什麼專業能力 我就不會 我考 每次我英文是說裡面最爛的一個 就是沒辦法 那你阿卡好了 所以每一個人就是恩賜不太一樣 恩賜不一樣 那你有這些恩賜 都是要造就別人 幫助別人的事情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看別人的自己強 在說什麼 要做什麼 把你有的能夠給別人 給別人 就是伸出別人手去幫助 因為你有他沒有 所以你看喔 不是你很差喔 看別人平常 不是你很差 你能力很差 不是 是你OK 上帝 這些是上帝給你的恩典 所以你也變什麼好驕傲 這樣懂嗎 你變什麼好驕傲 你會你怎麼好驕傲 會要用 我跟你講你會不會用 上帝就被你拿走 對不對 真的喔 我說我以前學插話好了 我以前學插話 那時候是沒有人插話 那不會插 然後我就想 好吧那邊有人插話 我就去學好了 學一學然後就插 插一插 欸 我就覺得 看他越插好像 越像樣這樣子好了 結果離開那個地方 上席再叫我插話 我就不敢再插 為什麼 都被插 那邊聊聊 我們是要怎麼插 當然就是再做就會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沒時間 現在大概沒時間去插話了 現在講到講好就好了 這比較重要 所以每一個人很重要 那我現在在那邊 我也不喜歡拿 不是啊應該說拿麥克風要講到 對我來講這壓力對不對 但是就是要學習 好希望我所講的熱道都是從上帝而來 而且是幫助大家造勁大家 這樣才能夠辜負在這個地方的位置 這是我的職份我要做的事情 那每一個人要把你職份的領受 要做的事情發揮出來 你如果沒有發揮出來 那你算什麼 討債在上帝我跟妳講 我說給妳妳都不用 妳都沒有用 我就來學多的 所以你看五千兩千一千的 你看那一千的怎樣 就白白的對不對 上帝就不喜悅了 那兩千OK 勉強 是不是勉強 不 兩千就是五千是怎樣 一樣好不好 拜託 我跟妳講 所以恩是比較厲害的 沒有什麼好強 沒有什麼好誇要的你知道嗎 為什麼 五千的她比五千回來 雖然賺得比較多 是這樣 那兩千給賺兩千 上帝給她的什麼恩 就是說獎賞都一樣 所以妳們都進來享受 跟主的快樂 一樣啊 那是同等的什麼結果 所以妳一千如果去做一千的 妳不是說 我好想嗎 我不會做啊 我告訴妳 妳如果一千能夠做一千 上帝也說 妳也是讚 這樣子嗎 他上帝就不太少 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等知道 到底什麼回事 這個比較重要好不好 我希望這個觀定 妳能夠 扭轉過來妳就知道 妳教恩不起來的啦 妳有什麼好驕傲 因為妳教什麼 是上帝給的 妳有什麼好驕傲 妳有什麼好驕傲 妳也不用自卑 有什麼好自卑 妳覺得妳能力比較久 妳就做到久了 妳就不用放那麼多 妳等到妳說比較 比較客氣 妳知道嗎 妳覺得難得多 這段老師那麼厲害 什麼都會 對不對 她就做人要死 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就是說 妳不做 妳能力很多 妳不做妳就慘了 我跟你講 這真的慘了 上帝也夠卡通 所以 真的 我現在都認分了 認命了 就像這樣 所以我要好好做我的職份 該做的這樣子 好 那保留第二件事情 要讓我們學什麼 好 第二件事情 我們看看 這個 耶穌基督榜樣 到底有沒有學 個人怎樣 不要擔顧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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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使徒保羅 他提到耶穌基督榜樣 他說他本來有上帝的形象 本來是跟上帝同等的 但是呢 他沒有自私 他沒有說 因為同等 所以他一直 上去之後 一直留在怎樣 留在天上 都活不下來 那如果他留在天上 他也可以享受 天上一切的榮耀 對不對 可是呢 他卻 來到這個地上 他成為奴徒的樣子 而且 而且使徒保羅 他強調說 他從天上降下 成為人 成為奴徒 而且死 死在之下上 這個耶穌就是基督的 他就是不是 顧自己的事情 他沒有顧自己 他還顧我們每一個人的需要 所以這個耶穌基督 他一生最想做 最想完成自己任務就是這樣 他就是要來到這個世界上 愛你們 愛我們 就是這樣 所以呢 耶穌基督不是因為他很差 而是因為耶穌本來他就高人一等 而且他自願降悲 自願降悲 所以他就要我們這樣顧別人的事 要做別人的仆人 不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比別人差 而是因為上帝的恩典在我們裡面 所以上帝呢給我們比別人好 那但是呢 也因為上帝的恩典在我們裡面 我們要比別人好 所以我們需要學習看別人比自己強 我們需要學習 我們需要學習 就是不僅是顧自己的事情 要顧別人的事情 所以呢 我希望我們能夠效仿基督 然後我們要堂堂謙卑自己 好然後像成為一個奴婆的樣子 來服侍別人 所以我們要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喔 我們不管我們的能力有多少 我們的專業有多少 這些都是上帝給我們的 我們要怎樣透過上帝所給我們的恩賜 來幫助那些需要的幫助人 照顧那些需要的人 那所以在這個聖經文裡面就是要叫我們 不是要顧自己 還要顧別人 那這是上帝要我們在裡面 靈體合一很重要學習的榜樣 那我們合一的秘訣有哪些 我大概講一下這個 第一個就是要住在基督裡面 住在基督裡面 你就會成為一個合一的人 第二個呢 以基督的心為心 這是我們今天等一下要唱的主題 把愛 把你摸變成愛 這等一下我們唱 然後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 對自己要虛 虛極 好虛極 然後呢 對人呢 要謙卑 OK 對人要謙卑 第三個要做什麼 對上帝要怎樣 順準 聽上帝的話 OK 所以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那 看別人比自己強 要怎麼樣 放下什麼 勞毆 我們就不會紛爭 接黨 然後你要服侍 接納 包括那些軟弱的人 不要怎樣 顧自己的事情 不要怎樣 顧別人的事情 不用服人的樣式 來款待對方 OK 這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能領受的 希望我們生命裡面 學習 主耶穌基督的樣式 看別人比自己強 阿們 你們請來幫忙 親愛上帝 幫助我們學習 看別人比自己強 我們的生命 就不容易結黨 與人窗土生爭 我們願意常常住在基督裡面 學習你的樣式 千非足世 建立愛與隔離的教會 靠使耶穌基督的力求 阿們 好 我們來唱這首歌 非常喜歡這首歌 把冷漠變成愛 起來我們的生命裡面 那個冷漠的禮物 離開我 好 你的眼 是否沒太多美麗 你是不迷惑 你的心 是否沒太多分 到你心處發送 我們先關懷 我們先關懷 被交往從手上的意味 感謝愛給他寫 我起眼睛的頭 你記住的心 回心 你把你的眼看世界 你身邊的需要你我 把他默默變成愛 你記住的心回心 你看你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需要你我 把他默默變成愛 來走 你的心 你的心 是否沒太多美麗 你心裡是不迷惑 你你的心 是否沒太多分三 你心處發送 你心處發送 我把你千萬萬 在舊不足處的 你離開 你離開 我把你愛給他寫 我起眼睛的頭 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心 我愛你心 你把你的眼看世界 你身邊的女人 需要你我 把他默默變成愛 你經營能夠 你經營的心 你你明天 你教你的眼看世界 你這世界 需要你我 把我默默變成愛 你經營的心 你經營的心 是基督的心为心 一套一遍世界 这世界需要以后 把恶果变成爱 希望神真的是把那个 用基督的心为心 然后把需要的人 可以去关心 去帮助他 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 祈祷我们的生命时间来学习 把你莫变成爱